随着科学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物质被发现 为了方便沟通 我们需要一套有系统的方式 来表示每一种物质 化学式 就如同每一个元素与化合物的名字 从它们的名字 可以获得这个化学物质的相关资讯 今天的课程 我们将带你了解 究竟有哪些种类的化学式 每种化学式要如何表示 彼此之间又有什么不同呢 正式开始之前 先邀请你来想一想 相信你对于醋酸 这个化合物并不陌生 那么 你知道以下哪些是醋酸的化学式呢 其实这四个都是醋酸的化学式哦 就像每个人除了名字外 过多过少都会有绰号 从一个人的绰号 可能可以得知一个人的外貌特色 或是个性等相关资讯 像是一个人的绰号叫小黑 我们可以推测它可能肤色叫有黑 而化学式也是如此哦 化学式有许多不同的种类 透过不同的表达方法 我们能从不同角度了解这个化学物质 快速得知这个化学物质的组成或特性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化学式有哪些种类吧 像刚才举例的醋酸 我们最常看到醋酸以CH3COOH呈现 看到这个化学式 我们除了可以知道这是一个由碳氢氧所组成的化合物之外 在这个化学式中 其实藏着一个线索 化学式中的COOH 称为关能基 是决定一个有机化合物的化学性质的原子或原子团 而COOH 代表这是一个酸类化合物 如果我们看到一个化学式如下 HCOOH 就算我们不知道它确切是什么 除了COOH这个关能基 我们可以知道这是一个酸类化合物 这种标示出这个分子具有特性结构的化学式 称为氏性氏 透过氏性氏 我们可以快速的知道这个物质的特性 其他例如酒精的氏性氏 为C2H5OH 我们就可以从OH知道这是一种纯类 现在我们知道从氏性氏中 可以知道一个分子的特性 但从氏性氏中 我们没办法知道 这个分子中每个原子是如何排列的 也无法知道 它们之间是怎么间接在一起的 那么 如果我们想进一步了解 这个分子的原子排列情形 该怎么办呢 这时候可以使用结构式 结构式可以表达分子中 各原子间的实际间接情况 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醋酸的结构式吧 从醋酸的结构式中 可以看到左边是CH3 右边则为COOH 同时可以知道 其中这个C和O 是由双键所间接在一起的 另外 因为分子真实的结构 大多为三度的立体空间 所以也可以使用 球棍式的分子模型 呈现出分子实际的结构 介绍完氏性氏与结构氏后 接着 让我们来看看另外这两种化学式 C2H4O2 CH2O表达法八 如果我们仔细数一数 醋酸CH3COOH中 总共含有几个碳 几个氢 以及几个氧 会发现总共有两个碳 四个氢 和两个氧 这时候可以按照各原子的数量 以碳氢氧的顺序排列 表示成C2H4O2 这种依照原子个数 与种类的化学式 则称为分子式 透过分子式 可以快速地知道 一个分子中实际所含的 原子种类及树木 不过因为仅表示 原子种类和树木 从分子式中 是看不出来一个分子的特性 或结构 而且不同的化合物 也可能会有相同的分子式 例如 乙醇和二甲米 因为组成这两个化合物的 碳氢氧原子个数相同 所以分子式均为 C2H6O 但其实两者的性质 其实截然不同 从结构就可以看出 虽然分子式相同 但其实结构有很大的差异 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化合物哦 最后 要介绍的这一种化学式 称为实验式 是将分子中 各原子以最简单整数比表示 又称为减式 例如 醋酸总共有两个碳 四个氢和两个氧 碳氢氧氧的最简单整数比 为碳比氢比氧 等于 所以表示成实验式 即为 不过和刚刚提到的分子式一样 不同的化合物 如果组成的原子种类相同 比例也相同 两者就会有相同的实验式 像是 醋酸和葡萄糖 这两个不同的化合物实验式 均为 而这种化学式表达法 之所以称为实验式 是因为当我们在实验室中 要检测一个未知物质时 通常 先透过元素分析 得知各成分元素的重量百分组成 求出这个未知物质的实验式 到了课程尾声 让我帮你做个小整理吧 化学式 有实验式 分子式 式性式 与结构式 实验式 分子式 可以表示一个分子的组成 实验式 表示组成原子的数目比例 例 促酸 分子式 分子中实际的原子个数与种类 例 促酸 式性式与结构式 除了可以知道分子中的组成原子外 还可以了解分子结构 原子排列 氏性式 表示出分子的特性与关能基 氯 促酸 CH3 COOH 结构式 表示出分子的结合方式 氯 促酸 最后给你一个小问题想一想 除了以上四种化学式外 还有没有其他不同的化学式表达法呢 欢迎你去找寻答案 留言在下方 我们下次见 拜拜 by bwd6